白宫发言人表示 这次拜席会将讨论美中双边关系 维持沟通管道畅通的重要性 以及一系列区域与全球议题 并将以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的拜席会为基础 讨论美中如何管理竞争 以及在双方利益一致的领域合作 路透社引述拜登政府资深官员的谈话指出 拜席会将讨论与哈战争、俄乌战争、台湾、印太等全球议题 另外有美国资深官员表示 美方会利用机会向中国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 也就是维持台海现状并确保和平稳定 并向中国表明 任何对台湾选举的行动或干涉 都将引发美方的极度强烈关切 但也会重申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的长期政策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